接下來看第310的年齡計算 年齡計算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在那個錶單上面 錶單這裡需要用到Panel 也就是在一個錶單裡面還會有一個Panel 錶單裡面還會有一個Panel 一個Panel有點像是一個框框 再把所有的元件通通放在那個Panel裡面 所以裡面的話還有哪一些 這個是要設計Label 標籤然後三個Test Fill Test Fill寬度的話大概是4左右 一個按鈕 按下去按鈕之後的話 這個標籤上面的話請輸入出生年月日 然後使用者可以在輸入年月日去做計算 按下計算的話就可以計算出使用者目前的年齡 以及對話方塊顯示 相關那如果說使用者沒有輸入的話 沒有輸入也會跳出一個訊息 如果使用 會要求使用者去輸入這一些訊息 再來的話如果使用者所輸入的那個 還要去判斷有沒有判斷說 是不是大於12 因為月份的話呢不可能超過12 也不 日的話不可能超過31 這樣子 參考的畫面類似像這個樣子 輸入這個標籤嘛 那底下這一邊也是標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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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四個標籤 所以四個標籤就是這四個 那有三個Test Fill的 那一個按鈕 按下去以後的話呢 就會去做計算 計算出來的結果 其實這就是用Swing的方式來做的 那年齡就出來 那假設說他輸入的資料不完整 就會出現像這樣的畫面 這邊有評分的標準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做出來的結果類似 像這樣子 假如說我今天完全沒輸入的話 按下 會跳出這個訊息 請輸入完整的 那當然如果假設我今天輸入錯誤 假設20 10月1號 輸入不正確 那如果今天輸入個正確的話 天年的 10月10號 10月1號應該是 幾歲呢 10歲 10歲 因為還沒10月1號 還沒10月1號 那假如說我今天9月1號 還是10月 還是10歲 因為我們是按照年來做計算的 不是按月份來做計算 那假設我今天輸入32呢 有這一天嗎 沒有 所以輸入不正確 也會判斷出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實際上就是一個填充體 我們把這個練習系統裡面 310的這個題目貼過來之後 有哪一些部分欄位必須要修改 首先它已經大致上都幫我們把欄位 通通都加進來 第一個就是這些Panel 因為它這邊用Panel 那當然你也可以不需要Panel Panel就是在這個frame裡面 再加一個Panel 那個框框 我們必須把底下的所有的這個 一個元件 通通放在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用Panel的話 就直接放在frame上面 所以它等於是一層frame 再加一個Panel 所以這邊比較特殊一點的用法 那也是用Swing裡面的JPanel 方式來做 其他的話加上三個文字方塊 那名稱的話它已經幫我們定好了 YMD T開頭的話就是那個文字方塊 那Label123 再來的話 底下有個Button叫B 所以這個名稱大體上要大概了解一下 接下來的話 它幫我們宣告了三個變數 Year Month 那還有這個 YearNow MonthNow 跟DayNow 主要這個是 現在的時間 跟 使用者輸入的時間 去做比對 那這邊還有個RELOUT 去做一個結果的這個判斷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該怎麼做這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做 這個 Container 前面有用過就是 前面有一題是 叫Container把它宣告成C 那這邊把它改一個名稱 叫Contain 那這裡的話呢就是 後面喔 原來是空的 原來是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今天要得到 這個Contain 要取得裡面所有的訊息的話呢 我們這裡面要用一個叫Get 這邊的話呢必須用一個Get Co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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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l 它有一個特殊的用法 就是說 它有一個特殊的用法 我必須要在這邊方面 在宣告之後的話呢 叫做Get Contain Contain 後面的話呢它是一個方法 所以 在 做一個結束 刮虎結束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取得 這個 這個Panel 取得一個Panel 那裡面我們宣告的名稱就是 COM 再來底下呢 我們利用這個 JP1 然後宣告一個新的 JPanel 新的JPanel 這個JPanel JP1 就是放所有 像 Test Fill Label 那些標籤 還有Button 都放在這上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排列的方式 這個Set Layout 這裡的話呢 它有一個刮虎 填充體呢 它要我們用成什麼方式呢 用順序的 我們就不要去排它 那我們 排列的方式 我們可以用前面所教的方式 就是 Float 應該有印象吧 Float Layout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 Float Layout 把它輸入上去 Float Layout 輸入上去 接下來要取得去 系統時間的話 這邊我們可以利用 這個叫 Carend 那Carend 這個Class 它就可以取得 它取得時間方式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Carend 後面它有一個 方法 它有一個 方法的話 叫做 叫做 GetInstant 它直接跳出來 GetInstant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選擇 GetInstant 去獲得什麼呢 獲得像 年月日 或者像時間 等等訊息 用Carend 那現在的時間呢 怎麼取得呢 其實你可以用Carend 裡面 有一個參數 C AL 點 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做 Get 得到 我要獲取年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 後面的參數 就是 第一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 1的話呢 就是指的是 這個 日期 這個 年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 曼時 曼時的部分 這邊的話呢 記一下就是說 這邊曼時的部分呢 是它在第二個欄位的地方 但是它回傳回來 會是 從0開始 1月的話就0 2月的話就1 所以最後還要必須再加1 才可以正確 這個是取得這個 月份的部分 再來的話 日的部分該怎麼辦呢 這邊的話呢 也是Get Get什麼呢 日的部分 它第五個欄位才是日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注入 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取得 年月日的訊息 再來 底下設定GUI介面 GUI介面裡面呢 有一個Label 這個Label部分呢 總共有4個 上面有一個 第一個的話 最上面是 請輸入 什麼呢 請輸入出生年月 這個 年月份日 那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就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建立 建立一個Label 那Label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 這個Swing 所以這裡的話 我必須要建立一個 新的Label 那建立新Label 放在那個Panel裡面的方式的話 先把這個刪掉好了 建立一個新的 New一個 它是一個 就是Swing裡面的Label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 用J Label 然後裡面的 這個訊息的話呢 就是 請輸入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切換到中文 請輸入 出生年月 這邊上面是 請輸入年月日 所以這邊的話 年月日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在這個Label 就會直接把它放在那個 這個Swing的Panel裡面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Add進來 因為我們前面有個 前面有個Container 那Container裡面呢 實際上 透過Container所獲得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Label 把它放到裡面去 放到裡面去 放到裡面去 這個語法已經 它自己幫我們加進來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做 而且甚至呢 它在這裡 也把排列方式 叫Boulder layout 也自動幫我們放在 North 就北方 直接放上 所以我們這裡不需要去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再加 第二個按鈕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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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按鈕是Label1 那Label1的話呢 它放的方 黏的部分 黏的部分 黏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一樣 用什麼方式 用一個New的方式 New一個什麼呢 JLabel 一樣的方式 JLabel 所以這邊 Label 然後呢 後面 就給它一個訊息 裡面的這個訊息的話呢 就是黏 就是這個題目的 畫面上可以看到黏 然後刮虎 刮虎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Y 大寫YYYYY 好 最後把它結束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 產生 這個黏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 還有 我們必須再把它Add進來 所以這邊的話 Add到Panel裡面去 這裡的話 我們就點 Add Add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 把這個Label加進 Label1加進來 所以這邊 直接把它加到Label1 直接加起來 再來的話 要處理的是什麼 處理那個Ty Ty Ty就是文字裡面的那個 部分 文字裡面的黏的部分 那這裡一樣 我要建立一個New 一個新的什麼呢 J 因為我是Swing 所以是Test Test什麼呢 TestField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輸入Field TestField 然後呢 它的長度 就是它的寬度 是多少 四個字好了 假設我要放四個字 那再來一樣 我們把Add進來 所以後面的話 你必須再做一個 Add的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 Add 那後面很簡單 add 刮斧部分 就直接把它加什麼 Ty 那底下一樣 就是2的話呢 分別是 這個黏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提本上面有 然後再來的話 再加一個什麼呢 再加一個TestField 也是一個空格 跟上面這個一樣 所以其實 這邊 底下的部分 TestField 這個都一樣 這個都一樣 所以其實底下 如果是TestField 有三個都一樣 所以 可以直接把TestField 通通用這樣的方式 加進來 然後呢 藍位Label的部分 到3 3是日的部分 把它加進來 那最後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Button Button部分的話呢 就是New一個 這邊 再加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 追Button 這邊的話呢 再加一個追Button 然後上面的名稱呢 叫計算結果 按鈕 按鈕名稱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上面介面的部分 就完成了 中間應該自己 可以做得出來吧 應該知道意思嗎 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做下來 那畫面上面都有 所以這裡的話 你們先試試看 前面所講的 就是說 這邊有一套 GetContentPan 直接把它傳給 前面的Container 再來就是 編排方式 我們在這邊的話 這邊有 GetInstant 那得到的話 是年月日 接下來的話呢 這是Label 上面的一個Label 就是 一個New Label 然後再把它 Add進來 Add進來 放在最上面 North 那再Label 就是加一個Label 然後Add進來 再一個 這個 文字欄位 然後再加進來 再一個Label2 然後再把它加進來 再一個TM 加進來 一直類推 好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先到這裡 剛剛的地方 就是 它的排列方式 我們用這種 圖式來看 就大概比較清楚 第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Panel 是放在哪裡 它的Panel 是在中間 也就是這邊有個Panel 然後呢 它排列的方式 就是上面這一個Label4 這個上面是一個Label 是一個標籤 這個編號Label4 它是擺在上面的位置 然後再一個Panel 這個Panel裡面呢 就放了三個標籤 那它放的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要先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所以我們就是 加一個 add 進來一個 加一個 add 進來一個 那這個寬度是4 所以 後面有刮弧是要4 那它的 這個地方Label1 Label2 Label3 123 把它排列 那最後再加一個Button 再一個Button 那對齊的方式 這邊有一個 這對齊的方式 這對齊方式是用 Boulder Layout 然後它 就是放在最上面 然後 最下面才是 JP1 JP1 JP1就是Panel Panel就是一個 一個 類似一個框框 一個 可以放剛剛那六個物件 然後它是擺在正中央 那底下再加一個什麼 按鈕 就完成 整排版的方式 那Java 這個 如果跟VB比起來的話 VB是自己去排 可是在Java裡面 你必須要有點像排版 讓它位置放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接下來的話 就是 事件驅動 這個驅動的話 因為這邊已經幫你寫 Action Listener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去寫這個部分 直接看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 往下部分 往下的話 我們需要做哪些 這邊要檢查 那檢查哪些動作呢 給我檢查欄位 是否有填入資料等等的 並且給它一個訊息 Message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 J Option Pen J Option Pen 裡面 有所謂的 Show Message Show Message Dialog 這有點像 VB裡面的Message Box 類似的 只是說它的介面有點不太一樣 是JVN裡面特有的 那這邊怎麼樣做檢查 檢查的方式 我們可以 把這裡面加 加什麼呢 去判斷說 幾個項目 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判斷 就是說 TY 點 我們要得到它裡面的GET GET TEST 就是它裡面的這個 數值 到底有沒有Key正確 所以 GET TEST 裡面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去判斷說 它 這個結果 如果 得到它的結果 如果大於什麼呢 大於現在的時間 就是 什麼呢 這邊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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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在這裡 然後跟什麼呢 跟EAR NOW 去做比對 EAR NOW 去做比對 EAR NOW 去做比對 我記得是大寫 EAR NOW 去做比對 如果說這種狀況 產生的話 那就錯誤 第二種 就是用 或的方式 或的話 我們這邊 這個 先 先 先 第二種狀況 或的方式 或的話 我們可以用 那個 或的符號 先 這邊 或者是 第二種狀況 是怎麼樣呢 就是 TM 也是要點 GET 一樣 GET TEST 這種狀況 如果說 它怎麼樣 它這條件 如果是大於多少呢 12 如果是這種狀況 假設說 慢的部分呢 大於12 或者是什麼樣呢 T 再來是什麼 TD TD日期的部分呢 點 GET TEST 這種狀況 它如果大於多少呢 31 那這種狀況呢 這三種狀況 就 確定是 錯誤的 那如果錯誤的話呢 我們就 先PAN 這個地方 給它一個訊息 那這個訊息的話呢 我們 這個結束 訊息的話呢 這個地方 這裡的話 我們就 還是要給它一個 刮斧 再一個 三種 也有三 這三個 這個地方 輸出的結果 就是 輸出的結果 這個地方 第一個參數 是 路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傳一個訊息 給使用者 就是 輸入不正確 這邊的話 輸入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給一個訊息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 這個地方已經 都 ELSIF 我建議是把它改一下 這個地方把它刪除 刪除之後呢 在上面 再加一個 TRY 因為 有一個 就是說呢 我們 假設什麼都 不輸入的話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TRY的方式 TRY的部分的話 到這邊 CATCH 那到 TRY CATCH CATCH的話 到這裡 就是說 最後才給一個訊息 這邊 刮斧結束 然後這邊的話 給一個CATCH 然後這邊的話 一個開頭 然後最後的話 再一個結束 結束的話 在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 結束的話 TRY CATCH 那TRY CATCH的話呢 我們要 最後這個地方 要捕捉它的 就是 例外的狀況 所以 Experience 例外的狀況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 把它Key在這個地方 然後 可以捕捉到一個 一個 的這個 物件參數 那利用這個物件參數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判斷 做一些判斷 那在這裡 另外還有幾種狀 這邊還有幾個 再把它展開來好了 再來 這個地方 輸入證據 Ls還有哪些狀況呢 再來就是說 判斷 ER是不是等於 相等 這邊 剛剛這地方的話 其實 記得要先把這個 得到的值 要把它轉換成為 int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必須用 int 點什麼呢 用value of 或者是 其他 另外一種做法 都可以 value of 然後把這個值 蓋進來 那最後這邊 記得要把它刮弧 那 就是可以得到 這個 最 前面 要加一個這個 integer value of 好 然後刮弧 第一個 注意刮弧的位置 value of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 最後再一個 把這個值 刮弧 然後 生理對 這樣就正確了 然後再到這邊 把這個 換到 換到 value of 開 然後 結束 這樣子的話 就正確了 這邊 就把刮弧拿掉就好了 這個一定要留 這個 這邊多 月份 看一下 後面還多一個 這個 刮弧 它 應該拿掉 然後 然後 記得是 這樣一個 頭一個尾 一個頭一個尾 然後這邊 一個頭一個尾 然後這邊 一個頭一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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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這邊要 這邊要 這個 Instant 這個不要 Instant 拿掉 Instant 應該每一個 一個條件後面都要掛戶 這邊也要 開圖要一個掛戶 結束部分也要一個掛戶 結束部分也要一個掛戶 這邊要空白 對 這邊一個掛戶 然後 一個頭 一個到這邊 尾 結束 這邊還有 一個 這樣應該就是這裡 條件第一個 最後 這邊就少一個頭尾 其實它的原理就是 一定要一個頭尾 當成一個刮戶 本身自己也要一個刮戶 所以這個條件是要一個刮戶 我 條件就是說 如果這是錯誤的話 這個就顯示錯誤的訊息 else就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我們就把正確的寫在哪裡 寫在下面的 那我怎麼知道現在的年月日 那這邊的話我用 也是用valueof 把值丟給year 丟給mys 丟給day 那最後秀出來的話 就是 您現在實現年齡 就是 stream.valueof 把yearnow 減掉什麼呢 現在的年 減掉 就是 我得到的那個年 就是 我輸入的那個年 就對了 所以秀出來的話 就是您實際的年齡 為多少歲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稍微改一下 if跟else 一個是錯的 一個是正確的 那這邊try catch的部分 我就是抓一個 如果其他例外的錯誤 那比如說他三個都沒有輸入的話 就會被偵測到 try catch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try 然後在這邊 catch 然後呢 就是 experation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直接在這邊 抓到錯誤 那錯誤之後呢 看一下我們 ex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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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一個 我們要的一個錯誤 那或者是 這個詞哦 excaption 抓到之後 我看一下底下是有用到 這一些 excaption excaption 1 因為好像底下有用到 excaption 好 那這邊的話呢 excaption 1 用1 1 我記得也可以 很重要的 這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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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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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為什麼要E-E? 知道原因嗎? 因為這邊已經有人用E了 所以 你不能再用E 那你可以用E-E-E呢? 可以啊 只要不要叫E就好 因為它已經叫E了,不能同名 很多時候你會習慣說 我都很習慣用E啊 ARRO原來是因為被別人用 所以你用E-E-E 它只是一個引述的物件 你只要能夠 能夠給它 後面如果要用的話就可以接收 所以這個名稱叫什麼都可以 只要不能叫E 因為E已經被用了 那最後的話這地方就把結果 不完整的部分 那比較容易錯的就是後面這個刮戶 因為它太多層 而且它是在 這個ActionListener底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 這邊 最後有沒有 它寫做的方式很特殊 是在 刮戶有沒有 所以最後一定要記得有個後刮戶 因為它是在刮戶裡面 大家要查一下 因為這地方我剛剛也查了一下 這邊發現這邊有一個刮戶結束 另外呢我們最後這個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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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沒有用到 所以把這個地方把它取消掉就可以了 其他的話就可以來run一下 看一下結果 這邊如果完全沒輸入 就會跳出這個 catch到 再來的話 輸入 2001號 然後1月1號 這樣應該是正確的 再來的話如果輸入13 這會有錯誤 那如果輸入 32好了 這個輸入 200212 錯誤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這樣應該 那如果一年呢 計算 也不正確 那如果通通輸入1 這會很正確 正確啊 因為他11年齡為2000多歲 題目沒有要求說 是不是有這麼長寿的人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除非說你在設定一個條件 假如說他的年齡已經超200歲 是已經是 人類了 那這裡的話 大概 會比較有問題的 主要是在這邊的邏輯判斷 try catch 的部分 這裡的話要多花一點時間 好 把畫面的還給各位 最後我們秀出來的結果 這個地方露了掉一個 就是 它還需要一個什麼 計算 計算年齡 的一個標題 有沒有 那這個標題部分 它是 在這個frame 這個frame裡面 可是問題 我們今天假如要加一個標題的話 剛剛小平第一個直覺是 看有沒有title 屬性可以設定 在那 你可能 中VV讀太深了 想說那個 那個 在VV裡面是叫test 直接就是 直接說一個屬性 就好 非常簡單 那在Java裡面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它是 這個class 它是 extense 它是繼承 jframe 而來的 所以他們的關係 它自己 我之前沒有講過 它自己是list 有沒有 所以裡面有很多地方 就用list 就是自己本身 用list來表示 那如果我要表示的是 這個frame的話 就用 之前也有講過啦 叫super super指的就是說 我上一層的 這個frame 我如果說 我要 把它的title改變的話 要做一件事情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輸入什麼 super 有沒有 這個關鍵字 瓜糊裡面 給它一個標題 這個標題 比如說呢 我就輸入 計算年齡 最後再把它結束 這樣子呢 我們來直接執行 看到的就會出現 計算年齡 那這種方式的話 也是在Java裡面特有的 關鍵字 其他語言也沒有這個super 當然這個也要把它記下來 另外那個message 這個叫message dialogue 那當然如果你要加標題 或者是說你要加 改變它的一些訊息狀態的話 當然你可以直接查 查這邊有一些 可以查閱的 像這上面都可以查閱 那這邊有一些參數 可以直接看 這邊直接外部的 Java的那個說明檔 那當然 都是用那個英文來呈現 不過你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裡面其實都是答案 很多時候你根本不需要去記 因為比如說呢 它為什麼是怒 因為它這個地方 必須要傳一個上一層的 這個component 那這部分 大部分都不會傳東西過來 也不會傳跟上一層 不會再交換資料 所以這大部分就直接怒 另外的話呢 你要傳的訊息在這裡 在這裡 那再來就是說 你的title 那title部分呢 當然你可以往下看 往下看這一個 title的話就是要一個swing 所以第三個參數 那可是呢 你試了第三個參數 你還要有第四個參數 第四個參數 就是你的message type 總共有這幾種 1 2 3 4 或者5 那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設參數 不過這裡它是沒有跟我們講參數 你可以直接 在這裡 加入數字 自己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地方也可以直接 在 如果要加入標題的話呢 就直接在這個 message box後面呢 再加上 後點 比如說 加上 計算年齡 這個地方 假設 一樣的title 好 那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 豆點 加一個參數 12345都可以 你直接輸入一個2好了 那就可以試試看 好 那這樣有沒有 一個title 一個 那直接 那計算看看好了 1777 1 4月5號好了 計算 這邊就會出現 2的話就是這個 那這邊有計算年齡 所以你可以一改 馬上就可以有一些結果 那這邊當然其他數字也OK 你可以試試看 好 這裡 順便補充一下 好 把畫面還給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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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